國防部最新爭獲了十架次的共機 還有六艘次的共艦擾臺 二十九號傍晚 中國一架民航機 也被發現到是偏離了航道 飛越了金門上空 而與此同時 中國央視在二十九號是報導了 臺灣的景色 強調同根共組 要企圖影響臺灣的民意 由立委是認為 中共的統戰宣傳意味很濃厚 要慎防中共操作灰色地帶 中國央視最新節目 藉由空拍臺灣景色 試圖強化統戰宣傳 但中國不放棄武力犯臺 國防部征獲二十九號到三十號 二十四小時內 有十架次共機 六艘次共艦 在臺海周邊活動 持續加大對臺軍事壓力 不只共機 民航機中國東方航空MU505 班機被發現二十九號偏離航道 飛越金門上空 立委提醒要慎防 中共操作灰色地帶 中共對臺策略慣用兩面手法 例如共機擾臺 刻意打破海峽中線默契 企圖影響臺灣民意 製造臺海緊張 剛結束希臘德爾非經濟論壇 形成反臺的前總統馬英九 就呼籲兩岸應該進行避戰對話 呼籲各方敦促兩岸進行避戰的對話 以謀和平 不過即使各方喊話 臺海需要和平穩定 但中國仍不間斷對臺外交及軍事施壓 臺海存在意外衝突風險 持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 記者歐榮陳柏玉 詹淑雲 臺北桃園報導